晚间,王轩与赵青汉相隔很近,并排躺在竹林中,可透过竹叶的缝隙看到部分星斗洒落点点星灰。 不远处,马大宗师发光,一对洁白的羽翼迎着月光在生长,带着弹金光泽。 他的赤根处在低血,那是因为有神意的符号出现,那是属于妖魔的力量,不断向外扩张纹落。 那种符号密密麻麻,遍及一对宽大的羽翼,且半边身子都被冲斥上了。 王轩与赵青汉两人被惊动,来到他的近前观看。 马大宗师的羽翼暴涨了一大截,带着血,浮着神秘的符号,实现了一次极为猛烈的蜕变。 他的羽翼离最理想状态不是很远了,能接近七八成了。 王轩动容,道,马大妖魔这样成长的话,会比他同族的体质更强。 四颗妖魔,果核就让他变异了,唤醒了祖先的妖魔真体之血,连符纹都绽放出来了。 现在,马大妖魔的双翼,以及遍布着符纹的半边身子,都化成淡金色了。 赵青汉惊讶,道,这么说来,他的血脉源头很强,如果吃上一些真正的妖魔果实,该不会有希望化成天马? 次日,阳光下,竹林外的马大妖魔周身都有一层晶莹的光彩,但金色皮毛在朝霞中格外的灿烂。 他载着赵青汉飞上了天空,速度相当地快。 不过,如果载上两人的话,他就吃力了。 还是欠缺些,他还载不了我们两个人。 而咱们盯上的目标都很危险,列仙遗物,地仙拳,八大超凡巢穴,我都想采集一遍。 王轩低语,为了变强,应付女方式,狩猎红衣女妖仙,他准备在外围疯狂一把,将能拿到的机缘全部取走。 其中很关键的一环,就是需要借助马大妖魔的速度。 王轩决定,单独行动,去找些奇物,争取采摘到大宗师领域的药草,让马大妖魔完成最后的蜕变。 他不担心一人一马,现在马大妖魔载着人能飞天遁地了,带着赵青汉自保没有问题。 况且,这里远离异域人静竹之地,也没有超凡生灵,在这片边缘区域最为安全。 你要小心,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,然后再去想其他。 赵青汉走来,在朝霞中亭亭玉立,轻轻抱了王轩一下。 这里是密地,充满了未知与危险。 他深知,王轩的每一次远行,都可能会面对不可预测的恐怖局面,稍有意外,就再也回不来了,将成为永别。 王轩点头,穿上欧拉星的战衣,背上大弓,准备独网。 马大妖魔,保护好青汉。 这次我保证给你真正的妖魔果实吃,那种味道绝了,比果盒好吃一百倍。 马大宗师用力点头,无比欣喜。 直到王轩消失,他才琢磨过味儿来,他怎么知道比果盒好吃一百倍? 他顿时怒了,真是,气死马了。 赵青汉站在竹林外,目送王轩消失,他再想一些事。 昨夜,王轩已经对他谈到部分可能存在的威胁,提及了红衣女妖仙。 赵青汉安静地思索,回到新兴后,他就要去布置。 凡生灵必有弱点,想从大幕后回归,必有动静,难以禁遮其宗。 赵青汉准备找人暗中去深挖,看历史上哪些传说符合红衣女妖仙的身份, 揪出他真正的根底,而后解析这个人,寻找弱点。 赵女神觉察到了,王轩尽管面上自信,带着笑,但他心中有很大的压力,被逼得不断冒险去变强。 在新兴,在现代社会,他可以动用部分力量,迅速而又猛烈地解决掉一些事,帮他一把。 当然,这需要精心布置,需要一个实力强大的团队共同参与,拿出严谨而又缜密的方案。 甚至他觉得,与其冒着一定的风险,还不如交给与赵家有敌意的财阀算了。 可以不着痕迹让那两家发现。 那两家财阀,吃到过羽化生物的红利,如果知道有虚弱到极点的妖先回归,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捕捉。 欧拉! 王轩在与人对峙,但一点也不处,他带着诚意,为实现双赢而来。 前方有四位外星大宗师,三女一男,站在火火山口,采摘到一株洁白的蓝草,芬芳浓郁,花瓣上带着淡淡的白色光艳。 为此,他们杀了一群实力很强的火符,才采摘到这株对大宗师而言都有一定要效的蓝草。 王轩取出一块金属牌,在这里比划首饰,准备与他们交换灵药。 至于对方会不会突然发难,直接抢它? 他并不担心,一切都源自实力上的自信。 这个欧拉星人疯了吧,为了一株药草,居然拿造化地的钥匙来换。 对面几人低声议论,是真正的钥匙,不是仿制品。 怎么办,要和他换吗? 当然要换,就是不知道需不需要动手。 王轩不动声色,听着他们的谈论,伸出五根手指,指向奇药,示意药五倍的量。 对面几人迟疑,要不直接杀了这个男子算了。 不要妄动,他敢孤身一人来这里,肯定有底气与倚仗。 即便是五珠稀有灵药,也远没有要是价值高,这买卖不亏。 只是这人太怪了,我们不了解他真正想要干什么。 还是谨慎点吧,拿灵药与他交换。 四人让王轩稍等,他们去远处的山林,不久后又多了两人跟了过来, 并带着几株奇药。 即便是六人站在一起,也没敢动手,他们戒备着,与王轩交换了药草。 可以说,这群人非常的谨慎小心。 双方合作愉快,但是,与化星的这六人都深感古怪,警惕着, 直到那个失心疯的欧拉星人远去。 他会不会负伤了,所以急需奇药,不惜拿出造化地钥匙来换, 我们要不要跟下去看一看? 看什么,我们又没吃亏,赶紧走。 我觉得,他伤好后,可能会来找我们厮杀,拿回去那块金属牌子。 一群人胡思乱想,最后,迅速撤退。 我们跑什么? 早晚要敬竹,他真有野心的话,必然会和我们对上,追下去看看。 不,我们可以放出消息,就说那个欧拉星人受伤了,愿意造化地的钥匙换奇药。 不得不说,人不能多想,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会出事。 王轩还没有远去,正在尝试接触其他队伍,他知道,这么做容易引起冲突, 别人可能会猎杀他这个落单者。 但他不在乎,不害怕,抱着恶意来的,反杀回去就是了。 很快,他觉察到了不对劲,居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了,问他是否要交换奇药。 王轩点头,给予肯定的回应。 这支五人的队伍来自何洛星,与王轩杀过的神射手源自同一颗星球,但却不是同一支队伍。 他们痛快地和王轩做了交易,送出五珠奇药,取走金属牌子。 并且他们告知,这一切都是宇化星的一支队伍传出来的,说他受伤了。 这简直在告诉所有人,他很虚弱,要送他上路。 显然,何洛星的这支队伍也不是善类,不想被人当枪使的同时。 想看王轩这个独行课是不是很强,敢不敢去找宇化星那支队伍的麻烦。 我真受伤了。 王轩叹气,摇了摇头,然后转身就走,没打算去报复。 他觉得,十珠奇药差不多了,里面不乏大宗师级的药草。 他真受伤了。 后方的人看着他毫不犹豫地离去,露出异色。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? 将奇药拿回来。 他们当中的人按捺不住了,毕竟,大宗师级的药草已经算是繁药的顶点。 虽然无法助他们突破,但是如果负伤,吃上一株的话,要不了多久就会复原。 王轩露出一色,他真没想算计这些人,只是赶时间而已,想让马大妖魔早点完成蜕变。 结果这些人找事儿,那他也只能不客气了。 哼! 他身体发光,金身术提升到了第七层后期,他刀枪不入,这几乎已经算是凡人肉身的顶点。 当他爆发后,横冲直撞地杀过去,这五人怎么可能是对手? 再加上他舒展身体,动用五叶金书上的体数,一旦遭遇,就会让对方断手断脚。 这还是他留情的结果,不然这几人就被打爆了。 他留情是为了观摩,看他们的秘法,因为他志在超凡之战,现阶段多些了解,对他有好处。 最终,他将自己的金属牌子拿回来了,也将对方的造化钥匙掏了出来。 这是个钓鱼佬。 五人愤恨到了极点,相互扶着远去。 王轩躺在地上大口喘息,一副筋疲力竭的样子。 不久后,最早与他做交易那支队伍来了,共六人,他们就是想让人试探下这个欧拉星的人虚实。 结果发现他倒在了地上,彻底脱离了,六人彼此看了一眼,露出笑意。 刚才那几人都重受伤了,被击败后还能活着离开,说明这个欧拉星人很强,但是自己也出问题了,不然肯定会杀死那几人。 可以说,这支队伍已经够谨慎,早先交易时疑神疑鬼,一群人都没敢对王轩一人动手,最后更释放消息,让别人来试探。 现在,他们按捺不住了。 只是这些人太小心了,刚才躲得足够远,没有看到王轩同那批人交手的过程,所以看到他倒地不起,理所当然地认为双败俱伤,他自身也不知了。 出手,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 真是意外的惊喜,他身上多半有刚才那群人的造化钥匙,全都要归我们了。 六人极其小心,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起杀了上去,最后阶段相当地果断,不再迟疑。 刹那间,他们发现,地上那个人的皮肤发出淡淡的金光,一跃而起,冲着他们野蛮冲撞了过来。 砰! 啊! 那是骨头被撞断后发出的叫声。 这片林地发生激烈的战斗,当寂静下来后,六人都还活着,不过轮到他们倒在了地上。 至于王轩的身上,现在总共有四块金属牌子了。 他眼神一样,真没想钓鱼,这都是意外。 早先,他送出的两块牌子,内部的神秘因子被他汲取出去了部分,并不担心这些人收集齐全后,去开启内井一宝。 所以,他还是有些愧疚的,没有下杀手。 是个钓鱼佬,这个人他们的。 树林中,六名年轻的男女脸色铁青,怒不可遏,同时他们也后悔不迭,如果不多事,不追来就好了。 金属牌子中都是神秘因子的精粹,量极大,对我来说,效果有限,但是对于青汉还有马大妖魔来说,绝对算是宝藏了。 王轩自语,在这片地带漫步。 半日后,他手中又多了两块牌子,数量达到了六块。 这半日间,先后有两只队伍被打残,带着怒意,带着愤恨,逃离这里。 钓鱼佬太无耻了。 欧拉星人故意晒出数块造化钥匙,与人交换齐药,这是在钓鱼。 很快,这片区域出现钓鱼佬的恶名语传说。 欧拉星人不可信。 这个说法,让欧拉星的另外两只队伍听闻后,顿时感觉压力山大。 王轩心情不错,怀中揣着六块金属牌子,带着十几株奇药远去。 他不承认自己在钓鱼,一切都是因为那些人贪心,他被迫反击。 王交组坚信,自己只是在正当防卫而已,他是个好人。 不管怎样说,现在奇药足够了,再加上金属牌子中更为珍贵的,无比浓郁的神秘因子精粹,马大妖魔肯定能完美蜕变。 此外,这些吸针的奇物也可以让赵女神更上一个台阶。 王轩心中颇不平静,这意味着,猎仙遗物、地仙拳等都在对他招手了,马上就可以取到手中了。